国际媒体早前引述消息报道 说我国政府有意在柔佛森林城市开设赌场 掀起渲染大波 尽管这则不实报道传开后炸开了锅 可是政府发言人法米强调 政府没有指示警方调查森林城市新建赌场的报道 政府发言人法 对于柔佛森林城市计划开设赌场仪式 首相杜斯里安华 成功集团创办人丹斯里陈志远 和云顶集团都否认这项计划 警方两天前也传召了彭博社的记者 兰阿南德到武吉安曼警察总部路供 当局已经设立刑事调查特别小组调查案件 包括向陈志远和云顶主席兼首席执行员 丹斯里林国泰入口供